如果是无线烂耳机对有些人在佩戴他的耳朵可能会比较挑剔 那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简单就是把无线烂耳机拿起来 然后给它装上去再丢掉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嘿大康我是阿康 如果你现在在找一副无线烂耳机 特别你又是裹粉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的无线烂耳机是这一副AirPods Pro 那AirPods Pro来说虽然它是一副相当不错的无线烂耳机 它是完美硬核苹果生态链 但是它有一个蛮大的问题 就是它终究是一副入耳式的无线烂耳机 入耳式的无线烂耳机对有些人在佩戴他的耳朵可能会比较挑剔 所以这类型的耳机如果佩戴时间一久了 其实都会没那么的舒服 那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简单就是把入耳式无线烂耳机拿起来 然后给它装上去再丢掉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今天要跟它一样由Kybo所推出的鼓传导耳机 鼓传导顾名思义 它就靠着你的耳骨来传导声音 它并不是要把耳机塞进去耳道里面 所以如果你本身要长时间佩戴的话 舒服程度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不得不讲 我手上这副的Kybo Bus Plus 这段时间的佩戴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外盒跟外观 大家看来应该会有一个很清新的感觉 特别是它这个充电仓 小巧一个又给你做矽胶的光滑面 摸起来非常的疗愈 非常的好摸 而且它在表面上有特别的处理 比较不容易沾腹灰尘 而一打开大家可以看 里面的耳机外型真的非常的帅 所以这边就聊到这副Kybo Bus Plus的第一个优点 它佩戴起来真的超级的舒服 我们一打开之后 它的耳机里面有跟你讲R跟L 就是右边跟左边 拿起来我们顺着我们的耳朵 带进去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边有个凸起的地方 就是要撑住你的耳骨 我们就简单这样子放进去耳朵 然后稍微旋转一下 让旁边这副耳骨变成直立的状况下 就佩戴完成了 那它本身是非常的不通 大家可以看 我这样的摇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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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完全无辜在上面不会掉的 而这副Kybo Bus Plus 它有新一代的专利证词 新一代的证词让它的功耗更低 让我们能够感受很好的音质 这也是古传道耳机其中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还是可以维持一定对外界开放空间的听力 不然像我们带AirPods Pro这类型的入耳式耳机 整个耳机塞进去耳洞里面了 算是说越来越多这类型的耳机 都给你做通透模式 可以让你听到外界的声音 可是当我们开始播音乐声音比较大声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普遍的通透模式 它的用意是让你暂停音乐的时候 可以直接对话 不用把耳机拿下来 而古传道耳机 因为它没有完全伸入你的耳洞里面 所以就算你在播音乐的状况下 你还是可以听到外界的一些声音 而且开播Bus Plus 它本身的古传道技术就是全新的 再加上它们有独家专利包存技术 可以让整个古传道耳机 达到真无限的环绕式立体声 但我客观讲 这类型的耳机多少都会有一点漏音 而且古传道耳机 它声音听起来只能尽可能的完美 普遍一些低音的地方 就没办法像传统如耳式耳机那样 听起来的震撼 但至少这副开播Bus Plus 它在高音跟中音的地方 听起来声音还是蛮清晰蛮亮的 那这边我就实测播音乐的漏音的状况给你听 现在我手机声音是播到最大声 给大家示范一下 然后把麦克风拿在耳机旁边 大家听这样的漏音的状况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我个人觉得算是蛮完美的 那现在是我使用这副开播Bus Plus 所录制起来的声音 大家觉得这样子听起来 感觉怎么样呢 那以这副开播Bus Plus来说 它还有另外一个令我最惊艳的优点 就是它的连线非常稳定快速 这边我先把它收进去我的耳机充电仓里面 然后呢 把它关起来 然后大家看 现在我的手机啊 是没有配对上任何无线耳耳机 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把这副开播Bus Plus的充电仓给一打开 然后大家看 它立马就配对上了 我手一直感觉到它在震动 那大家想一下 这是我开盖而已哦 大家都还要拿起耳机啊 再带上我们的耳朵啦 也就是说呢 我们开盖之后啊 把耳机带上耳朵 它一定是配对好的状况了 那这一点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惊艳哦 因为我个人认为啊 一副好的无线耳机 它最大的重点 绝对是配对要稳定嘛 不然你说它音质有多好啊 多棒啊 可是你在配对上的稳定度就不够好 常常会断线 那这副耳机就算音质再好也没用啊 那它本身呢也可以支援触控操作 比方说我们按一下就可以增减音量 按两下呢可以暂停或播放 长按之后呢 好会帮我们切上一首下一首啦 还有支援等等之类的触控操作 再加上呢 为了自定义的最大调整 本身那耳机的包装盒里面也给你附上另外的耳翼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怎样的佩戴方式啦 而且呢 它还支援多点连线哦 再加上整副耳机啊 它的续航里达到7个小时 再搭配充电仓呢 可以21个小时 我觉得整体硬体规格来说呢 算是无可挑剔啦 唯一要挑剔一点呢 当然就是它的价格 诶注意哦 这边我不是讲它这样子卖起来很贵啊 像一副Hyperbox Plus呢 它卖3280 我个人觉得它本身的品质啊 规格啊 配戴舒服度啊 它是有符合这个价格的 可是有些人来说啊 它想要比较小的预算去买到一副好的古传导耳机 那你可以尝试另外一副由Kybo 所推出去的无线耳机 叫做Verse Plus啦 那你这副Verse Plus 来说呢 基本上就是传统古传导式耳机的样子 那我个人很惊艳的是它本身的材质啊 它呢是使用泰金属加柔夫矽胶所制成的哦 大家看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这样子大家都不用担心说它可能会断掉啊 还是坏掉 但是当然也不能去硬扯硬破坏它 这样子的设计呢就是让我们要戴在耳朵上面的时候啊 可以轻松的好戴好拉 而这样子戴上来对于可能有些人他有运动的需求啊 他也可能觉得安全性高一点啦 整副Verse Plus 来说它重量只有27公克而已 所以如果你本身呢可能外出啊 走路啊 运动啊 你也不会感觉到它佩戴在耳朵上面有任何的负担啊 而这副Verse Plus 来说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音质比较差一点 然后呢形状比较不一样的Kybo Bus Plus 但是你说它音质有很不好吗 我个人听起来就是差了一点 高音方面呢比较没有那么的量 但是我觉得也够用了 毕竟我们要考量到它本身的售价差别嘛 而且这副Verse Plus 呢 它该有的功能也都有 还有专属的App 让我们可以调EQ调各种功能 而且呢它也支援到多点连线哦 唯音要挑一点跟Verse Plus 我个人觉得比较大差异是震动的感觉 以这副Verse Plus 来说呢 它基本上呢 震动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但是呢你换成Verse Plus 来说啊 你就会稍微还是感觉到一点点的震动感 但不会太多 毕竟Kybo在开发这些型股窗的耳机啊 都有独家专利的简震调音技术 所以你说问我Verse Plus 跟Verse Plus 该选择到哪一副 我觉得非常简单 就看你预算到哪选到哪啦 那一样同步测试一下这副Verse Plus 它本身的露音 还有它通话品质是怎么样哦 那一样我就把声音也调到最高 然后把麦克风放在旁边听听看啦 那这是我使用Verse Plus 所收录起来的声音哦 那这是我使用Verse Plus 所收录起来的声音哦 大家听起来也觉得感觉怎么样呢 总结合说呢 这次体验到Verse Plus 这两副鼓穿到无线纳耳机啊 我个人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Verse Plus 所带给我的感觉哦 音质比较好 佩戴上面呢 我个人觉得也比较舒服啦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出了名的小耳朵 所以佩戴上面呢 我觉得Verse Plus 算是比较符合我的耳心哦 但这个也会因人而异啦 其中Verse Plus 的音质啊 还有振动感啊 可以说是鼓穿到耳机的完美 这点都是Verse Plus 所比不上的哦 当然同样的 因为Verse Plus 本身有充电仓的设计嘛 所以你对于电量的续航你是比较有保障的 你不用的时候呢 可以轻松的放回充电仓去充电 但是Verse Plus 你要充电你就还是得拔下来 然后找一条Type C 的线给它插上去啦 但是呢一副2000出一副要3000多 俗话说的好便宜还是治百病哦 如果你本身挑选鼓穿到耳机啊 你预算没有想要花那么多 那Verse Plus 确实就足够应付你各种需求啦 这个就看自己怎么选择哦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 Buds Plus 啦 虽然说音质来讲呢 跟标准的入耳式啊 半入耳式耳机还是有一点差异 但是呢在外面呢 其实安全性也比较高啦 你可以享受到边听音乐啊 边听到外接的声音 甚至你有需要跟电源啊 沟通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再额外的把耳机拿下来啊 或者说切换任何的模式或暂停音乐 这就是鼓传脑这类的耳机的优点哦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啦 好啦那上述呢就是开播 Buds Plus 跟 Verus Plus 的初步开箱心得 如果大家对于这两部股穿到耳机啊 有任何的问题想法 都欢迎你这样的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咯 那最后是记得点点赞 分享 订阅看我们的小铃铛 才能说到更多iPhone啊 更多Android手机 更多3D产品 以及特资和相关性的理解影片上面的时候呢 你才会收到影片的上面通知啦 而且相信做我做影片也能鼓励哦 好啦那我们就...下影片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